郑州的老师沙锅最适合的就是排路 吃沙锅 掌溜 沙锅 老店 看看 抖一个 两菜素心食物 点这道菜就是为了吃它两半白菜 很多老店这道菜都不做了 酸汁的味很浓 是一个咸酸甜口 它这个是以酸汁为主 也很利口 发生的不错 它家菜鸡蛋炒蒸菜适合 鸡蛋炒的正好的胡萝卜丝和同好 好吃 它是先用蒜汁拌了一下 拌完之后用鸡蛋去炒 蒸菜的面有的地方已经焦了 有的地方是软的 锅气十足这道菜 吃了沙锅这炒菜也惊艳了 蒸菜的面给的也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还是出菜的口感为主 它是奔了葱 蒜 辣椒 然后再炒 炒得不干 也不湿 就是刚刚好 湿湖 火湖 长得很好 吃紧沙锅 三十六 可以丸子 酥肉 鸡块 排骨 连加 午餐 然后不想吃什么 可以给老板说不要 这个里面就没有鸡块 拌一下 上海青 内毛病 郑州的老式砂锅 都放上海青 带豆腐 换条 先尝尝 骨头大 骨头味十足 肉香味十足 胡椒的口挺重的 丸子 嗯 肉丸子 面的比较多 打得比较软 能吃到肉链 但是总感觉它这里是有胡萝卜 还是白胡萝卜 酥肉 第一鸡肉 不散牙 又脏头 都烂 它滚着腰 看似很厚 但是 不是那么厚吃起来 它是面粉跟粉芡 混合了腹 排骨 郑州的老式砂锅最适合的就是排骨 因为它不裹过去排骨 这样有点炖排骨的那种感觉 味道特别好 连加 加肉馅 把肉馅拌过 调过 嗯 有饭过生脱了 或者老抽 肉馅的味吃不太出来 因为它炖过肉馅的味 太浓烈了 太浓烈了